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外面當然有在開班 第一個就是說他的考試的 相關的狀況就是第一個他的硬考時間 總共是兩個小時 就是120分鐘 然後考試內容的話大概就是考那個測驗題20題 那測驗題就是單負選題啦 所以他有個題庫嘛 總共大概300個題庫 你把那個題庫背熟啦 大概可以拿個18 大概18分左右啦 因為他有九成的題目是從 題庫裡面出出來的 有300題 那些題目大部分都跟Java很有關係的 那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我覺得練功題 然後還有敲作題有三題 就10作題 所以到時候這個 那及格分數是20分 那報名費用的話是1500塊 OK 那測驗題 特別是那個20題 他會倒扣 所以如果 不知道答案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希望 就盡量 空下來 為什麼因為他倒扣0.5分 那 總共 操作題那三題 他的分數比例就是 20 30 30 30 所以第一題就20分 第二題跟第三題的話 各30分 然後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再來就是說 他的考試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學科啦 包含這五類 包含就是 開發環境 所以前面講過嘛 可能會問什麼 ADT ISDK等等的 還有核心 核心的觀念 另外 Android 程式概念 應用 運作原理 資料儲存應用 這個是比方 SQLite 或者是 你怎麼把資料儲存 像 Share Prefurnies 後面會再講到 還有一些相關服務的應用 裡面都有提庫 那 術科部分就是操作題 總共會有三 類 第一類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現在教的啦 就是主要是什麼 基礎的UI設計 跟語法應用 這個是比較簡單 再來就是 資料儲存應用 裡面比如說像資料庫啦 像資料存在哪裡 資料怎麼去 去 這個變數的應用 等等的 還有就資料 基礎服務應用 大概會有這三類 那 這三類的話 考的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總共 第一類就有實題 包含就是這實題 不過 目前來看 大部分 出出來的題目 多半都是 雙數題 所以也就是說有三十題對不對 其實你大概就先把雙數題 做熟 其實 目前來看 去考試 通過 如果都做得出來的話 通過的機會其實還蠻高的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雙數題裡面的話 像電費計算機 你們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考你這一題你會不會做出來 裡面的話特別注意 它要的版型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就是說 上面要出現電費計算機 這個就是App的Name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Test View 這邊有個Test View 這邊有個Test View 這邊有個Test View 然後 這個也是 底下這個也是Test View 這個是一個Spinner 下拉選單 點下去的話 會有 是110還是220 然後你就點了對不對 然後呢 你消耗多少安培 每天使用多少 然後每度電 多少錢 然後最後的話按一下 計算 它就會有一個 計算的結果跑到下面這邊來 大概這樣子啦 其實應該 不算太困難 只是說介面 可能你們還沒學到就這個 Spinner 怎麼樣做下拉選單 對不對 那其他導致還好就是說 它會給你一個公式吧 應該各位都知道電費怎麼計算吧 就是1000瓦 一小時 就是一度電 所以 當然其實這個應用還蠻廣的 就是說你可以教人家怎麼省電 比如說你就是關鍵就省電 那用什麼方式 幫人家達到省電 OK類似像這樣 然後 這個是102 這一題 然後 104的話是BMI 這個也蠻常見 就是 你是男生女生 你的身高你的體重 按計算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的BMI 計算出來 把它的頻率 秀出來 這個我想 那也就是說它可以兩個頁面切換 這個是第一個頁面 這個是第二個頁面 然後要回上頁的話呢 要能夠回到前頁 就有點像網頁啦 不過你會發現 在那個 Android 裡面要切到下一頁 還沒那麼簡單 你切到下一個頁面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再產生另外一個 Activity 因為另外Activity 它才有 另外一個頁面嘛 因為另外Activity 它有一個 Uncreate的方法 Uncreate的方法 才可以去 啟動另外一個頁面 那另外要啟動另外一個頁面的時候 還要再去 設定權限 也就是你不能夠隨意的 切到下一頁 所以要能夠切到下一頁 還複雜 這個後面我們會講到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不一定要切一頁啦 假設 你可以把這個範例改一下 改在同一頁 比如說在下方好了 按下計算 下方有沒有 顯示出他的BMI 顯示出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評語 這個部分我想 網路上也查得到很多啦 相關的BMI 然後公式怎麼樣去計算 只是說男生女生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男生女生就 Radio Button 對不對 那這個我想也很簡單 只是說這個地方 有沒有 輸入 Editaster 這個是小數點 因為他這邊是身高是米 比如175是1.75 所以這個格子裡面 就不能夠只是數字 因為數字的話沒有小數點 你要去選那個 有小數點的那一個 然後讓人家填 填完之後按計算 可以繡在下面 你這樣子如果 你們還沒學那個切頁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 然後另外 106是那個 畫廊展示 什麼叫畫廊展示 就是說你一個相簿 然後你手一撥 他會一直往右 一直往右 也可以再往左 不過這一題 他沒有那麼複雜 他就是 6頁到了 他就停了 再撥回來 不過後面我們會教啦 你可以一直撥一直撥 比如6張對不對 他又從第1張開始撥 一直撥一直撥 沒有鏡頭 他一直跑就對了 那這個是用那個 後面有一個元件 就是一廊的那個 Gallery Gallery 這個元件 他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怎麼做 我想後面會再講 那還有 這個 這個是 108 這個是 Spinner 就是點下去之後 有沒有 秀出來要像這樣 不過Spinner 特別注意Spinner 按下去的話 預設值是黑色的 他這一題就是 考你什麼 他就是一定要你把它改成紅色的 如果你不是紅色的話 那就錯誤了 要怎麼樣把版型 變更為紅色 其實 這一題還有點 最難的就在這裡 你們等一下 下一題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會跟各位講 可以產生下拉選單沒錯 但是要怎麼樣把下拉選單 變成 別的顏色 其實 看起來 他不像說像做網頁一樣 或者像剛剛設定一下 換個顏色 他還要做很多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建一個版型 如果你沒有一個版型 他是沒有辦法 變成紅色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有時間 各位可以也快快看 110這個比較簡單 輸入帳號 輸入密碼 但是還沒輸入之前 有沒有發現 他是灰色的 按下去以後 那個灰色就不見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App 也是這樣的設計方式 就是當還沒輸入他會先提示你喔 灰色的之類 按下去的時候 就不見了 然後呢 你就輸入帳號 密碼部分就是 用AdTest裡面 你要選密碼 那個 那就輸入密碼 當你顯示密碼的時候 本來是點點點 要能夠顯示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沒學過啦 不過 很簡單 其實只是一個動作 就是 變更什麼呢 變更這個的屬性 就是說這個裡面的屬性 它本來是 Password的 它的那個 Input Type 本來是 變Password Input Type 那你就打勾之後 就是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check的 CheckChange 那這個CheckChange 就怎麼樣 去變更什麼呢 變更這個裡面的 Input Type 為什麼呢 為 顯示為明碼 就是裡面打的字 就是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你把Input Type 改為一般性的 這個 不是Password的話 就會顯示出來 OK那當然這個 這一題有變化的 就是說 如果我說這邊 假設 它有變化題 因為這些題目 都不是固定的 在考試它會小 小改變 改什麼呢 比如說它底下會出現什麼 請再吃 就是會出現 請再 請再輸入一次密碼 然後底下會有個Button 當這個Button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要比對一下 這兩者之間 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呢 它就會跳出密碼正確 反之的話會出現密碼錯誤 而且可能 它有兩種 一種是 用Toast的顯示 一種是用Alan Dialog的顯示 那你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這個是第一類的喔 就是做出來的話 滿分 20分 這樣 這樣就20分 這是第一類而已喔 第一類 算簡單嗎 看也 還好啦 前面如果你學的扎實的話 大概會有感覺了 OK 那第二類的話呢 那更多啦 後面我們大概跳著講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啦 比如說像 這一題還算簡單 就是 公里英里轉換 就是它輸入之後 它輸入成公里英里 最後秀在這裡 這題跟那個前面有一條 好像蠻像的 那個什麼轉換 我們不是要轉是什麼 對 這個好像也跟這個很像 那這一題算比較簡單的 那後面還有就是說 這個是Seqlite 可以新增修改刪除 新增修改刪除 Seqlite的資料庫 然後 這個是 我是誰 就是你填完之後有沒有 姓名電話柱子按結束之後 它會幫你 寫入到 一個地方 等到你現在再開起來的話 姓名電話柱子 又要再幫你載進來 所以就是說呢 這邊這一題會考你什麼 考你 Activity的生命週期 什麼生命週期 就是說 當 你這個 結束的時候 就是 undestroy的時候 有沒有 它要能夠 把這三個資料 寫入到 一個地方 那在我們的 手機裡面 有一個叫 Share 我們有個類別 叫Share Prefurners 它可以幫我們把資料暫時存在那裡面 那等到下一次 所以你uncreate的時候呢 去Check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裡面有資料的話 那就幫我寫到這裡面來 它考的主要就是說 你會不會暫存資料 OK然後 這個是簡單計事 裡面的話就是你打一些字 Add 它會填到底下 Update就是你點其中一筆 它會把這一筆資料放在上面 可以Update 所以這一題是還蠻經典 去了解 Android裡面有個叫 SQLite資料庫的一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一個 Sample 因為它裡面幾乎就講到 資料庫該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第1個 怎麼樣把資料查出來 查在哪裡呢 查在下方這一次View 第2個是可以新增 就資料可以新增到資料庫 第3個可以更新 有沒有Update 第4個可以Delete 所以基本上資料庫就是4個 新增 修改 刪除 查詢 大概就這4個 這一題的話主要是 那還有基礎服務啦 這邊也是一樣有實體啦 不過基本上 會考的大部分都是 雙數題 第302跟那個 傳送簡訊很像 就是可以透過什麼 我們可以從什麼 DDMS裡面 你們的Eclipse裡面 DDMS 可以模擬去查 傳什麼 傳一個簡訊 那你傳簡訊之後的話 你要能夠接收的到 那接收的話是誰去接收 不是Activity 另外你們要知道有一個叫Pocket Receiver 就是廣播的接收的那個 就是接收者 那也是 就是Android裡面的另外一個 就是說可以接收外部的一個控制單元 OK 那這裡的話呢 比如說我傳送一個 簡訊 他能夠幫我收到 並且怎麼樣呢 顯示出來 OK 類似這樣 然後還有接收簡訊 這個也是接收簡訊 306是什麼 經緯度 查什麼Google Map 也就是說你給他經度、緯度按查詢 他就自動去抓那個Google Map的 地圖 然後顯示在下方 並且可以放到縮小 這306 然後背景可以 播音樂 這個是Media Play的 怎麼去播音樂等等 大概會有這些題目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稍微先了解一下 那 這些題目 基本上如果是數科的部分 總共有30題嘛 對不對 那這30題在哪裡呢 基本上 以後各位可以上 我剛有丟上去 你們可以到我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去 看一下這邊有一個分享區 將來有一些相關的 可能客外的相關的 就在補充的資源裡面 補充的資源 那這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剛有放了一個這個 這個題目 就是 完整的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這裡面的題目就在這裡啦 有沒有 那題目 這個等於將來 如果你們到那個考場去考試的話 他就是類似給你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102嘛 他題目給你 然後就是要叫你做這些事情 你要把它看一下 看完之後的話這邊有個評分 評分表對不對 那老師 其實我有參與那個 幫忙評分 其實我就會先看一下 這些評分項目 你有沒有做 有做的話呢 就給你分數 所以其實你們做 也可以照著這個評分項目 大家了解一下 OK 大概這樣啦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話就有30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檔案在那個補充資源裡面 就有可以看到 那30題如果說各位有空的話 反正你就把它當成那個 Sample來 來看看 主要 就是幾個嘛 一個是UI 你的介面 他一定會提供給你畫面 畫面上面要做哪些事情 再來就是說 程式嘛 他要你 比如說觸發哪個事件的時候 他要看到什麼樣的效果 那有那個效果的話 你就有那個分數 如果沒有那個效果的話 那個分數都沒辦法拿到 那總分就是說100分你要拿到70分 70分的話他就會頒給你一個 Enjoy的證照 那目前這張證照 擁有的人應該不算太多 因為 症亡率非常高 甚至有一個學校通過率 都各位數字的 像這種 大概症亡率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 去考試 其實基本上通過的可能性很低 另外有一些 他這個通過的那個 人力 他的這個資料庫 有跟一些比較大的像什麼 華碩 宏基 仁寶 像廣達這些 比較大的公司他有 這個人力資料庫有互通 也就是說如果你通過的話 他如果需要這方面人才 他會從那裡面的資料庫去找人 好 那 相關的我覺得 還有你如果對這方面都有興趣 你當然要準備一些作品 作品是必要的 不過有時候作品 怎麼講 如果你們是一個team 像你們這樣做專案 不可能一個人完成一個專案 那到底這算誰的 其實這個也很難認定 所以如果你要證明說自己這方面是 夠專業的話 其實方法很多啦 我覺得就是越客觀的方法越好 那什麼樣方法的話 當然你可以 我覺得證照也是一種方式之一 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後續 如果有相關的練習題 那我會把它 帶進來 比如說我們講好幾個spinner 對不對 Spinner講完 或許我們可以再帶其他的範例來練習